兔兔怎么辨认我们的呢? 兔兔是个很聪明机灵的小动物 首先兔兔可以通过嗅觉 来区分主人和其他人身上的气味 差异在一起久了 你身上的味道兔兔一闻就知道哦 其次兔兔也会记得主人的声音的 大家可能也会发现 经常叫兔兔的名字 兔兔慢慢的好像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但其实应该是 兔兔记住了我们的声音 即使我们故意变换声调 兔兔也是能听出来的哦 兔兔是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 通常也会对自己的东西和领地进行标记 我们也在不经意中被兔兔标记了 比如说兔兔会通过舔我们的手 或者我们的头发来留下它们的气味 这种标记法 也是兔兔将我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重要方式哦 最后兔兔会通过观察我们的走姿势 这一类的行为习惯来辨认主人哦 宝子们 认为自家兔兔是怎么辨认你的呢 视频同款指甲剪就在波波间 自带LED灯能更清楚地看见小宠血线 关注我们 每日更新小宠一集 我们下期再见啦